今天的DAD 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可以單刷哥布林洞穴裡的巨人 第一步我們首先要找到王的入口 一個比較好的入口推薦就是在地圖的左邊 在這個區域裡面有分三層 你就需要找到中層的位置開門 然後在右邊的斜坡跳下去再開石門 就會來到巨人的區域 其實這隻巨人很多攻擊都可以透過蹲下去避開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盜插蹲在地上不斷插他就是這個意思 但我們今天的攻守打法就有些不同 更加安全更加可靠 攻守的部分會推薦大家向左走 並且走近一點引他出近身向上振的攻擊方式 只要距離夠近的話大部分就會出向上振的動作 並且有時候會發生二連擊三連擊都會有 要留意的就是他會有兩招的攻擊方式 我們需要一見到立即向原方走 第一招就包括他向右邊吵氣 一見到他的手向右邊很猛的話 你就要掉頭馬上走 另外一招就是他雙手握著他的鎚子 這一招也是一見到就要立即掉頭走 由於我們不斷會接近他引他振來振去 當你萬一真的走得太近的時候 第二招向上振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蹲低去增加我們的生存率 當你見到巨人的攻擊停了之後 其實你就要主動走近一點引他繼續出招 在這個距離拉腳的情況下 有時候他會因為我們走得太遠而去做一個咆哮的動作 這個咆哮的動作在第四次的Play Test之後 就新增了上下的攻擊模式 因為他是很難分辨到究竟他什麼時候攻擊空中 什麼時候攻擊地下 如果是攻擊空中你就可以透過蹲低去避 如果是攻擊地下的話你可以透過跳去避 但是經過我無數的嘗試之後 我試出來的打法就是當他跑敲的時候 我就會先轉轉等他跑敲完成之後 才開始走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試他的機制 我發覺如果他跑敲完的時候 我們的人其實距離比較近距的話 他就會用一個走兩步然後立即距離的攻擊方式去打我們 如果他跑敲我們不斷向後走的話 其實他會判定跑敲完的時候你是比較遠的位置 他就會急急跑過來然後用一個距離的攻擊 甚至有時候會真的距離空中 所以為了撇除不知道他用哪招的這個很尷尬的問題 我們就選擇一開始跑敲就站在原地不要動 逼他用那招走一兩步立即打地下那招 我們是離得撤走路的 始終打這隻王我們玩攻守 最重要就是移速的問題 如果我們移速越高的話 生存的機率也是越高 所以會建議大家 除所有的防具去打 只是拿一把攻就可以了 弓箭方面其實我這一場用一把紫的survival bow 這把弓箭射得比較快 但是傷害比較低 如果大家一般練習試打的時候 落曲弓是完全沒問題的 唯一是長弓我覺得比較難用 因為他的拉弓時間比較久 會令你的移速比較低 從而比他打中的機率很高 通常我會確認他出向上拚的那招近身攻擊之後 才會做補彈的動作 技能方面當我們射到無箭的時候 再開三連箭 他的機制是由於會自動補回所有的箭 所以我們射到零再開技能 就會增加少許獵殺巨人的速度 另外一招的技能 會建議放光良 因為我們就算打得贏巨人 其實時間都是很短的 很多時候都是在吃圈 所以有一招光良幫忙補血是不錯的 甚至當我們打完巨人離開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都會遇到其他的玩家 你的血量健康一點 也會增加你成功逃脫的機會 記住以上要點 攻守方面大家應該會打得很輕鬆 之後正式版如果他的動作有變 我們再跟大家研究如何去打他 我覺得攻守在這麼多個職業裡面 算是最安全打巨人的職業 所以大家到時正式版 將單人拆高級裝就可以用一下 當我們打完巨人的話 房間裡面會保底一定是一個紫色以上的東西 所以打完千萬不要忘記開石門 收拾一些稀有物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和分享 給你的朋友觀看 還未加上門下弟子的朋友 可以按個訂閱按鈕 訂閱頻道 按鈴鐺接收直播 留言出片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結束 結束 有片出呀 嘩 長張啊 淫棍啊 收圈 состав 裡面還有一個淫君 還有一個大寶箱 裡面保底地上會有一把紫色東西 接著它掉紫色加藍色